牛奶就人人都會喝 不過關於牛奶的秘密 你又知道多少? 《牛奶謊言與內幕》這本書出版之後 很多人就將牛奶和乳癌畫上等號 以為牛奶裡的類兒倒數會增加患癌的機會 其實牛奶含有的類兒倒數IGF1 大概只是母乳的四分之一 對我們的身體沒有太大影響 除了擔心激素 很多人還會怕買到牛奶飲品 以為它只是奶粉開水的飲品 如果你要稱之為牛奶的話 你的奶裡的脂肪含量 是要有3.25%以上 如果你是不夠3.25%的話 你只能稱呼它為牛奶飲品 其實牛奶只要一加入添加劑 就會被叫做牛奶飲品 所以全部高鈣低支牛奶 都會被叫做牛奶飲品 想知道是不是100%牛奶 最好都是看一看成份標籤 除了成份 還要留意牛奶是用哪一個方法消毒 其實牛奶的消毒法有兩種 低溫就叫做巴士德消毒法 通常放在冰箱裡賣的奶是用這個方法 所以保鮮期短一點 另外一種高溫的消毒法叫做UHT 我們在一些貨架上找到的保鮮奶 其實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經巴士德消毒的牛奶奶味會比較濃 還可以保留到大部分的營養素 平日如果想翻熱牛奶 最好就用熱水再熱 那就不怕殺死裡面的維他命了 說實話,6月1日剛好是牛奶日 你剛好嗎?